安塔利亚省位于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沿岸 托罗斯山脉和地中海之间 安塔利亚省是土耳其旅游业的中心 访问土耳其的外国游客中有30%前往该省 2011年同名首都的国际游客人数超过纽约 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城市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最大的国际海上度假圣地 安塔利亚省土耳其与 安塔利亚一里位于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沿岸 托罗斯山脉和地中海之间 安塔利亚省是土耳其旅游业的中心 访问土耳其的外国游客中有30%前往该省 2011年同名首都的国际游客人数超过纽约 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城市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最大的国际海上度假圣地 安塔利亚省土耳其与 安塔利亚一里位于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沿岸 托罗斯山脉和地中海之间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最大的国际海上度假圣地 安塔利亚省对应于东部的古代潘菲利亚地区 和西部的利西亚地区 它拥有408英里657公里的海岸线 点缀着海滩港口和古城 其中包括世界遗产 克桑索斯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最大的国际海上度假圣地 2011年同名首都的国际游客人数超过纽约 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城市 安塔利亚省对应于东部的古代潘菲利亚地区 和西部的利西亚地区 它拥有408英里657公里的海岸线 点缀着海滩港口和古城 其中包括世界遗产 克桑索斯 Zenvos 安塔利亚省 土耳其与 Antalia-Ele位于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沿岸 托罗斯山脉和地中海之间 安塔利亚省是土耳其旅游业的中心 访问土耳其的外国游客中 有30%前往该省 2011年 同名首都的国际游客人数超过纽约 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城市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最大的国际海上度假圣地